据纽约ABC7台报道 一名31岁的皇后区男子加西亚 本周二早上 从曼哈顿驾驶汽车刚刚进入皇后区 开在皇后大道和27街附近时 一根大螺栓突然从上方的地铁轨道处掉落 砸坏了汽车的天窗 据加西亚回忆 好在他的女儿不在车上 碎片也没有砸中他自己 不过他依然受到不小惊吓 他表示 MTA经常提高通勤票价和过路费 但服务仍然没有变化 MTA事后发出声明指出 天桥轨道下方设有承接碎片的安全网 而MTA也正在调查 螺栓松脱掉落的原因 根据MTA的记录 事故发生地的铁轨 在10月17号刚刚经过安全检查 新唐人记者韩瑞纽约报道